珍妮为李文在发声 点名谢霆锋 王飞 纳英是资本商 是导演柳黎下毒手 中国好声音母公司星空华文的股价 在李文事件后两日暴跌了47% 市值蒸发200亿 可见事件对公司的影响很大 但到现在为止 好声音节目组依旧没有拿出认错的态度 反而是浙江卫视发声明督促节目改进 舆论也是愈演愈烈 中国好声音2022的豆瓣评分已经降至2.4分 有87%给了一星差评 不出意外应该还有下降空间 讨论区也全是愤怒声 纷纷喊话停播 请言查好声音都为李文讨公道 插一句广告请点赞关注 下次不迷路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内容 8月22日一早 李文的好友珍妮在更新动态 她说信不信有你 良心有多冷 坏人有多坏 她还回应说 之所以日日发文是怕人们就淡忘了 也就失去讨回公道的机会了 珍妮的担心也是很多网友的担心 如果没有人再为李文发声 等风波过去 这件事也就被抛到脑后了 那时一切也都晚了 珍妮是真把李文当成自己的孩子 所以才会不顾一切为她鸣不平 也不怕得罪人 在评论区 珍妮更是点名了几位圈内大咖 她说谢霆锋 王妃 纳英 纳欣就是资本商 主要是死党酬劳就随便给 还提到迎周杰伦一点也好 代表最红 都知道 纳英和王妃是好闺蜜 当年王妃把纳英介绍给自己的经纪人宽解 不仅顺利帮纳英解约 更为其量身打造了专辑征服 让纳英横扫华语乐坛 此后两人多次合作 私下也一起做生意 一起打麻将 所以 谢霆锋能上好声音的舞台当导师 这背后要说没有王妃的拉线 恐怕没人性 也难怪珍妮会把矛头指向王妃 这背后牵扯的资本利益 恐怕也只有当事人知情了 另外 珍妮还点名好声音辅导员柳黎 她确定是柳黎给李文下毒手 还喊喊 即使你家上海有十条街 也不够跌停 珍妮多次为李文发声 也导致有人挖她的箱底 她回应说 主角不是我 我尚健在 今天就是论事 无私人恩怨 也该是人性回归正途的时候 从珍妮的一次次发声中 能够感受到她的愤怒 她心疼李文被好声音导演霸凌 还喊话继续上节目的艺人们 小心坏人对付你们 犹如对付李文一样 祝你们好运 因为没有一位导师站出来 为李文发声 珍妮更是心酸不已 她说参与好声音的每一位 都欠缺良知 为名利不择手段 即使同行亦侮辱他们自己的本质 看不起 其实随着更多人的发声 大家也都明白了 好声音最后比拼的不是谁唱的好 而是谁经济条件好 从最初的海选到省赛到站在舞台上 是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去投票 少则几万 多则几十万 上百万 票数低者则被淘汰 所以 这个比赛根本不公平 而导师对这些黑幕难道真不知情吗 就如网友曝光的一样 在游梦导乐队表演时 潘伟博的手都没有碰到案件 椅子却自动转了过来 当时潘伟博一联盟 嘴里说着哇 这转移恐怕是导演在背后操作吧 潘伟博健壮也没有提出疑问 而是继续配合节目录制 这对其余的选手难道就公平吗 还有多位选手表现得很优秀 却被莫名淘汰 像上期淘汰的梁凡 有实力有才华却被淘汰 而且没有一位导师救他 就很离谱 也难怪网友质疑比赛 猜测梁凡可能没签约 所以让他止步比赛 在公开李文的聊天记录中 李文也明确提到柳梁故意整他 关于柳梁 这里多说几句 此前 柳梁被指在录制节目时 曾对已故选手李文发表不当言论 引发网络追责 不过很快 柳梁就否认了此事 可网友们压根不相信 他的过往也全部被扒了出来 根据网传信息 柳梁的身份证号 手机号 家庭住址 工作场所等个人隐私被挖掘曝光 其微信个人资料也被截图上传 有网友爆料 柳梁在好声音担任导演期间 不但对李文不尊重 其工作风格也不受同事欢迎 每次录制前 他都会私下给导师传递小纸条 一位名叫夏昆蓝的女歌手 发布了一条爆料微博 矛头也直指好声音导演柳梁 他在文中直接喊话柳梁导演 柳导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2022年 由于好声音节目组找到夏昆蓝 想让他去好声音当选手 他因此和柳梁有了几次面试交谈 但遗憾的是 这几次面试交谈都给夏昆蓝留下了极其不好的印象 甚至到了一想到见到你的嘴脸我就生理不适的地步 之所以让夏昆蓝感到不愉快 是因为柳梁带人接物十分傲慢无礼 目中无人 非常失礼 夏昆蓝表示 他每次和柳梁面谈时都不被允许带手机 当时柳梁导演见到他的第一句话 就是问他有没有整容 接着又问他 有没有靠任何关系上这档节目 即便柳梁身居高位 但对于一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来说 这样提问多少带有贬低的意味 侮辱人 据悉 好声音的比赛不会因为李文的事件就停止录制 比赛还正常进行 正常播出 所以 不知道李文的事件会不会给出明确的调查结果 在资本面前 大家的发声能够得到回应吗